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好,我是小詹 因為家裡整修的關係 這邊多一個水管出來覺得很醜 這是以前洋蓮花的缸子 放會了很久 就一定把它整修一下 原本的矽膠已經都透漏了 所以需要重新的上膠 這是在武警行買來的西風膠 用很不專業的手法 也是把它補起來了 接著呢,我想開一個比較安全的出水口 沒有那麼大的鑽頭 我先裝四個小洞 用西口前把洞跟洞之間的塑料給剪掉 盡量的剪 使用面紙跟磨砂紙 捲成一個圓形的磨孔鑽頭 打磨到適合的大小之後 把我們桑紙、衣物以及魚汁 進入管線中的俗稱炸彈頭 裝進去完成 油油氣是紙紅色 上了星期 整個缸就像新的一樣 非常滿意 這次護衛缸所選用的地圖是 赤玉及西粒 18公升包裝 整包倒下去了 那照理呢,接了水管 要把西埋的地圖給清洗一下 不喜不知到一起嚇一跳 這麼多的雜質 經過反覆的清洗之後呢 哇,看到手 在水裡面的樣子了 超感動的 沉淀了一個晚上 水質變得非常清澈喔 那接著也跟 同樣養戶外缸的朋友 A來幾個水芙蓉 先放在缸裡面 經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因為怕溫蟲之生 所以買了幾隻母魚 以及老闆推薦的水草 先放在缸這裡頭 那這一缸呢 全部都是空的孔雀魚 在半冬式的魚缸 因為種了水草 也不知道怎麼要撈它 所以就想了這個辦法 呃,好像都不理我 一定是自寫的太草了 再加上一點濕的呢 Perfect 這好像拱到台詞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魚會進來 嗯,感覺有希望 那就你們三位啦 好,接著放到戶外缸中 看他們的適應狀況 嗯,發現適應狀況還不錯 然後,龍裡缸裡頭 這塊藏滿藻類的石頭 他們應該會很喜歡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戶外缸中 馬上就變成了他們的教育廳 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突然發現,缸子裡面有動靜 哇,原來是生小魚了 在這個時間可以曬得到太陽 在這個時間可以曬得到太陽 所以,要不要加水 因為怕裡面的水質不好 那我們沾好的出水口呢 就是這樣一個管子 連接起來 換水的時候順便灌溉這個樹 這裡呢,就是小鎮的美麗麗花園 多了一個生態桿 一個在門口很久 以前就種了 這個叫什麼樹啊 我忘記了 花台樹吧 我並不打算很快的把它完成 而是慢慢的享受建構的過程 那,謝謝各位好朋友的收看 今天把我們分享這個戶外岡的過程呢 先到這裡做一個段落 以後再有什麼新的建設 再跟各位好朋友分享 掰掰